韓國瑜講說 他希望市府 企業 人民 三隱 我希望是從他現在 開始當市長之後 剛剛主持人講的這兩個案子 一個義大世界開發案 一個是氣爆案 這兩個 慢慢的都是經過司法的審判 已經點出了 當時陳菊市長 他在高雄市執政的情況下 很多的弊案 那我就時間的問題 我就直接講到這氣爆案 氣爆案現在已經去年 6月份宣判 高雄市政府是要 是負最大的責任 有四成的責任 另外李長榮化工跟華韻 各是三成 這麼明顯的市政府 在當時就是有責任的情況之下 他居然還告訴這些災民 要幫他們代位求償 角色矛盾的 這個很奇怪 他這是無本生意 他讓市民覺得說 好像一方面我是在幫你 其實他是在掩飾 他自己的過錯 這是一個市政府 可以做的動作嗎 這當時我們的市議員 國民黨籍的市議員 那時候我們是在野黨 我們在議會裡面拚命的質疑 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是更可惡的是 剛才秀琳有講 善款四十幾億 市政府居然拿善款的錢 去讓一些律師游稅災民 來變成是這個 就是要讓代位求償 你知道嗎 每一個律師 他去跟一個災民 如果說服了 他是有兩千塊到兩萬塊 不等的佣金 這還有獎金的 還有獎金的 這還是編在我們的善款裡面 還是有名 所以也是在善款裡頭編列 在善款裡面編列的 所以我說一個 這叫什麼 這本身就是一個作賊的 他是一個責任錯誤的人 他怎麼可以去自己跳出來說 我來幫你爭取這一筆的 這補償經費 當時我還留下來的 賠償請求權利的轉讓輸 高雄市政府讓所有的 這些三千多個災民 他這個賠償的權利 轉給市政府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代位求償嗎 對 當今天當市政 當法院已經判定 高雄市政府也要負責的時候 好 這個問題來了 李長榮的三成的責任 華運的三成的責任 他們都該付給這一些災民 市政府的 災民無法對市政府求償 因為他已經簽了這個意願書 把他這個求償的這個權利 讓給了市政府 所以這是非常可惡的 而且我講的更可惡的 一般這種災難 除了說有財存之外 還有一個叫撫慰金 撫慰金一般都是 就是你在上訴之後 上訴之後你才可以去申請了 結果大家注意看 在市政府給這些災民的 這個索的文件裡面也想了 撫慰金的權利也讓渡給市政府 而且日期先不要簽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第二條的下面 什麼叫做日期不要簽 等到上訴了 市政府再幫你災民簽日期 所以等於這個災民也放棄了 對市政府撫慰金的要求 所以當時大家就有看 各位幫忙就知道 剛用市政府陳菊市長 當時他們在處理氣爆 賠償這些災民 你的弊案有多少 而且他的心態是什麼 他完全的卸責 完全的不願意承認 更何況花媽市陳菊公開說 這個市政府橫向聯繫不足 造成這個一個氣壩 一個這麼樣的大的一個案件 所以說我覺得剛剛秀琳開頭 是說我們韓市長講 市政府企業人民要三隱 但是我希望從現在 他當市長開始 我覺得過去在 過去三叔的狀況怎麼處理 蔡英雄 我補充一下 因為主政 蔡英雄講非常的專業 但是我要提醒觀眾朋友 就說聽不懂沒關係 我也聽不懂 很抱歉 我聽不懂 因為你如果真的要深入兩點 沒有那麼簡單 不可能你幾天講 但是觀眾朋友 送著兄弟 你現在看就變成韓國瑜 他就困在這些事情上面 所以我一直主張說 不要去查弊案 陳菊的反覆的力道 你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那是很多年很多事情 我不是說弊案不重要 你不能現在這個 258億的債務就來了 你這馬上就要先判 沒問題 怎麼會不要去查 我的意思說 這個東西你就是變成 韓國瑜是最後他是困在那裡 我解釋這兩句話給大家聽 這是韓國瑜在就職之前他講 他說 餐廳飯店 餐飲業只能讓幾十萬人受惠 講得沒錯 這個就是 其實林卓水前幾天罵他的意思 也是這樣 林卓水講的其實沒有錯 韓國瑜自己說的 如果我們高雄真的 真正的經濟命脈在產業 我們要產業如何升級 才能讓高雄280萬人都保養 不過慧文 我要跟你打斷一下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是歸這個 現在馬上要到來的是 當我們法院的判定 氣爆的責任 如果是高雄市政府 真的是有責任的話 這些人還要繼續求償 這馬上是韓國瑜要面臨的問題 這跟聽經濟是兩碼之事 你誤會我的意思 韓國瑜他當然要概括 承受城區市政府 留下來的東西 但我要請觀眾朋友 另外一個條件 你跳開講說 你剛好困在那裡 所以我剛剛跟韋漢對話說 我不要有遺憾 什麼叫做遺憾 還是要繼續做 我把講文句話就好 我最後句話 面對問題 不是 問題要解決 我說的遺憾說 不要等到2020 你來看生活中 如果那時候退韓國瑜 搞不好就贏了 我不希望有這樣的遺憾 兩回事 我跟你講 輝文聽不懂 誰說的 聽不懂 你的事情 他其實講得很簡單 我馬上聽懂 為什麼 如果你市政府 要賠氣爆的受害人的話 市政府是債務的 但是他如果代位求償的話 他變成債權人的代理人 沒有錯 所以他既是債權人 又是債務人 所以他角色矛盾 重點是沒辦法 跟市政府求償就對了 然後輝文說放個茶 你睡在那裡頭 你就沒有辦法 這是很不對的事 如果沒有了解人 想說你不知道在這裡 聽聲音說話 我主持人 我要求臨時動議要去表決 同意 同意輝文的人舉手 我看看 你說不要查代位求償 對吧 不是 就是說不要 不要掉到查弊案的陷阱 那要查弊 當然要查弊案 當然要查弊案 受害者 受害者他會繼續 我們上禮拜就主張要查弊 現在是弊案自己 扶出來的問題 要查弊 這是法院 這是法院在判的 陳輝文同志 我向你報告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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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票對一票 誰主席 主席 你不要用多數暴力了 少數還是可以有少數的意見 如果你看上去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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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六 五 五 六 五 五